是什麼形狀的立法委員 你一定XX的各種裝潢 集合在這個立法委員身上 那柯建平是什麼樣子呢 嘿嘿 厲害 老柯又輸了幾百萬 一個晚上又輸了幾百萬 這一次不曉得是哪一個財團要買單 又不曉得要出賣哪一個靈魂 時過境遷 我重新肯定過韓國瑜 韓國瑜變了 唯一可以浪子回頭這個 對比柯建平 沒有什麼變好的跡象 反而是越玩越熟 那個喬王 是 從喬一些案子喬一些錢 這種人現在 好意思在那指指點點 我認識柯建平跟認識韓國瑜 是同一個時候 那是我剛出道跑新聞的時候 哦哇 韓國瑜還在 兩年前嗎 兩年 兩年 超過啦 兩年半 兩年半 超過20年了 20 對啦 20年了 245年前 哇好久了 太直 那時候還是第四屆立法委員的時候 那韓國瑜那時候當立法委員 是什麼形狀的立法委員 我說給你們聽一下 這個我曾經在友台提過這個事情 就是像鼎立這種這麼有年輕幹勁的 理想政治從業人員 你一定討厭的各種狀況 集合在這個立法委員身上 比如說晚上晚上的他很活躍白天立法院找不到人 或是說這個可能在誰的會館裡面打麻將 嗯 或是說可能這個怎麼樣 跟什麼大派系 因為國民黨以前有很多次團 嗯 那各個山頭 嗯 財閥 等等 哦這些 而且那為了某一些的利益去讓自己的立委職權 不見得符合民意 好 所以我講就是可能是你不喜歡的立委 該有的狀況 總和在他身上 嗯 他那時候不是也有酒駕 然後出過官司嗎 嗯 對不對 自己也都道過歉的那個事情 嗯 所以 我那時候認識韓國瑜跟認識柯建民 同一個時間 嗯 那柯建民是什麼樣子呢 嘿嘿 厲害 啊 就是他們可能 這兩個人還有可能 也不是可能 確實呢 他會在某一個國民黨的立法委員的會所 嗯 打麻架 打到天亮 嗯 柯建民的大太太來了 我講大太太 有沒有不小心說了什麼 來了 然後兩個人開始吵架 老柯又輸了幾百萬了 嗯 一個晚上又輸了幾百萬 那這一次不曉得是哪一個財團要買單了 嗯 啊 又要什麼求約要告奶奶又欠人家人情 又不曉得要出賣哪一個靈魂了 啊 老柯呢 太太來了 然後說叫他回家什麼 然後兩個人輸了幾百萬 心情又不好 嗯 我在那個國民黨立委的會館裡面看過 夫妻兩個現場打架砸盤子 結果是砸人家的盤子 哈哈 啊對 那這種事情就這樣啊 所以你就看得出來 難以想像耶 這是什麼樣的人嗎 那時過境前 你看我從小鮮肉都變大叔了 對不對 那這兩個從這個 哎 壯年現在也都已經變成很成熟的立法院的大哥大 壯世代啦 我們說壯世代 對壯世代 那 呃 2017年18年大家看到選市長的那整個經過 韓國瑜變了 韓國瑜可以變成一個 就從他在北農就柯P那時候 你就看得出來 韓國瑜確實是一個浪子回頭的人 嗯 這也是為什麼我當初很欣賞也挺過韓國瑜的原因 嗯 就是我在政壇那麼久看過這麼多人 我們從跑新聞出身 他是我唯一一個看過 唯一到目前唯一 嗯 可以浪子回頭的人 嗯 通常你看到沉淪的都沉到底 嗯嗯 好 他是唯一可以浪子回頭 還變了不一樣的人 對 啊 所以說 對比科建民 沒有沒有沒有什麼 變好的跡象 嗯 反而是越玩越熟 那個喬王 是 從喬一些案子 喬一些錢 小孩頭看股 小孩頭看股 大孩頭看股的那個狀況 到現在國家利益 欸 疫苗沒得喬嗎 喬啊 嗯 對不對 八千八百億 喬啦 什麼沒喬 山野BOT 海野BOT 這種人 現在 好意思在那指指點點 說欸 你民眾黨跟國民黨要怎麼合作啊 你會不會去中國訪問 柯建民你出來講清楚 你是中國的立法委員 還是哪一國的立法委員 嗯 你用 當選的那部憲法 是中國憲法 還是哪一國憲法 不好意思喔 我還是要再講一次 賴清德跟蔣中正當選的憲法是同一部 嗯 難道你認為蔣中正是台灣總統嗎 嗯 嗯 好我們講事實而已 所以說整個國家現在的亂象就是這些噁心的政客 他們不誠實然後亂搞所有的利益玩到現在 嗯 好如果是54比51 民眾黨八個各該各的 嗯 沒有爭議 嗯 我第一輪投票我測試一下你國民黨會不會跑票嗎 嗯 嗯 不應該嗎 你自己有沒有問題嗎 嗯 你會不會跑掉怎麼樣 我跟你講那我蓋給我 我覺得第二輪不會跑啦 最安全吧 你不敢跑也不會跑 那第二輪會不會跑 欸 就精采了 就精采了 精采了 那如果 第二輪有可能會跑 的狀況之下 民眾黨這8票要怎麼辦 嗯 民眾黨這8票 就可以假設 你都不投票 你都不跑票 你都不跑票 好那這時候我民眾黨還要自己蓋給自己嗎 這當然是一種選項 嗯 有沒有第二種選項 我讓你綠跟藍票數一樣高 哇很深喔 我4比51嘛 嗯 我兩票給國民黨 嗯 5票給民進黨 就56比56囉 我一票棄權 嗯 或是我一票一樣蓋給自己 56比56還有1對不對 113席嘛 那這時候怎麼辦 第二輪結束 同票 籌錢耶 籌錢耶 嗯 籌錢怎麼辦 掌握不到國民黨會不會跑票 對對對 跑票 這時候如果跑票呢 嗯 你也不用怨啊 你誰都不用怨啊 你自己跑的嘛 我就是試 我就是試 試你自己行不行嘛 嗯 如果真的有人 哎呦對不起我蓋錯了 蓋歪了 嗯 或是哎呦對不起我身體不舒服 緊急送台大醫院 嗯 那是你家的事啊 嗯 你們自己去面對你的選民嘛 嗯 對不對 那我讓你們同票 我 這才是真的 氣減價的狀況嘛 嗯 我們認真要搶的是什麼 趙偉嘛 嗯 我甚至用這一個狀況來讓你國民黨 徹底的反思 你要國民黨 你做52席的第一大黨 你要徹底的反思一下 所謂 好包括你說傅崑奇其實講到一個重點 呼應民眾黨的狀況就是 委員會功能要加強嘛 不用喬的嘛 不要用那個最黑箱的 那個什麼朝野協商啊 這完全都是黑箱在那邊演戲用的 就是說你如果委員會功能要加強 那國昌有說哎那是不是招偉改成單一 嗯 那民進黨說哎這不行這偏袒國民黨 哎 在野黨結合在委員會裡面是對的 嗯 這反而是對的呢 就是我們把招偉分掉 嗯 就是民眾黨跟國民黨把招偉其次全部分掉 嗯 哪怕兩席改不到一席 全部分掉 讓你民進黨一席都拿不到 嗯 你沒有排案權又怎樣 就我們如果 8席加上他們52加2 嗯 就64席的狀況下 嗯 把招偉全部分掉 嗯 哦 你民進黨不要排案 你就乖乖的進來審查 不要到時候 又在那邊喬 好啦 你的選區好啦 那個誰嘛 那個董的 你的朋友嘛 好啦 那工程給他啦 啊你的那個什麼學費 啊保照一千萬嘛 那民進黨這幾年玩這種東西 玩得爐火純青 嗯 那所以說 你回到委員制 委員會制 去認真審查法案預算 尤其這個會期 2月1號之後的 這第一個會期 第16屆立委的第一個會期 我們知道第一個會期 都是要審 事業基金還有國營事業 嗯 這些裡面就藏了多少 過去8年蔡英文民進黨的鬼 沒錯 跟 無鬼翻運 在裡面 包括你要審查 台電馬上要漲電價了 台電的基金虧損到 已經 國庫每年填幾千億進去了 今年沒有幾千億可以填 嗯 而且你電價一漲 可能就是double還多了 嗯 比現在的double可能還要多 才符合營運成本 嗯 這些東西我們都要很嚴肅的去看待 嗯 已經發生的問題 嗯 而如果民眾黨跟國民黨 在野黨去制衡 執政黨 嗯 在委員會 在立法的過程中 在預算的 嗯 哪怕就說是杯葛 嗯 我就杯葛你這樣亂花錢 亂編錢的狀況 我哪裡不對 當然對 嗯 那你執政黨 很簡單 你要你要我通過 只有一個狀況 照我們要的版本通過 嗯 太陽星全校客費有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 客費有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客費有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 消化到機能這場運作 還擁有多種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客費有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松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 客費有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客費有時刻美好 不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折扣 我們當時通常用的